金價上漲民眾很有感直呼埋不下去 其實原本營漏業者預估11月美國降息 但無望後金價降溫先下跌 沒想到受到中東緊張局勢影響 又跟著上漲 以這一年的金價來看 從原蛋賣出17740元 4月開始穩定上升到8770元 19號達到9510元 但6月又下跌 到了7月17號回升到9890元 最新10月12號金價已經突破 萬元大關 每錢10450元 秋聯社家屬的預算也要跟著飆升 百歲以上人瑞5542人 歷年新高 從洋界會送的金索片 採購金額逼近6000萬 比去年增加了1510萬元 而這金價近期內也不會再回頭 專家點出未來走勢 關鍵在國際局勢緊張 再加上還有整體經濟不穩 避險狀況下 資金也會湧入 這金價到了明年 依舊會緩步上升 報導新聞 宋潔中央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